超能系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从进攻大跌变成辅助小妹的 宝可梦属性分析 超能 在进攻端上超能十分尴尬 竟克制毒和格斗不说 被恶性免疫还被刚系抵抗 就刚系和恶性的热门程度实在太容易被联防了 而在防手段上超能也没啥亮点 被虫幽灵恶克制 抵抗格斗和超能被恶系全面碾压也就算了 还被虫系克制 要知道虫系宝可梦虽然不常见 但急速折返可以说是人手必备的呀 超能系还都是脆皮 一个急速折返下去 不死也残 这就让超能系宝可梦很难战场输出了 不过幸好技能持得优秀 让超能宝可梦还有一席之地 物攻端就俩比较优秀 意念头锤八十威力命中还不满 精神之牙效果不错 可惜巨星怪学不了 特攻端精神强烈和精神冲击都不错 不过最强的还是广域战力 轰连凯基的双打推队必备技能 而变化技能是超能最强势的点 交换道具的吸法可以让对面锁招 光强反射臂直接削弱对手一半伤害 十分实用的辅助技能 交换场地一个让鬼馋玩坏掉的技能 最重磅的技能 吸法空间 让速度慢的宝可梦先出手的技能 一个技能形成一套体系的最佳代表 不过超能技能是强 但基本上都是别家属性在玩 唉 这也是一种NTR啊